2020年10月14日,大脚星人理事会 从大脚星的书中学到一些东西 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 一辙马克兔文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有自己的动力去为地球上的所有人召唤和发送能量 把这些能量传送到你们的维度层面 这个过程让我们欢欣鼓舞 我们非常自豪和高兴地看到 那些接受这些能量的人在继续前进 并用它们来创造 我们总是在重新调整能量 在你们需要的时候精确送达 不是因为我们是完美主义者 而是因为我们知道精确有多么重要 我们希望你们都能从大脚星的书中学到一些东西 并且更精确地表达出你们提供的能量是什么 我们知道你们中的很多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很吃力 因为你们甚至不知道它的含义 我们要告诉那些人 你们只需要闭上眼睛 花更多的时间在静默中 在闭上眼睛独自静坐的时候 既可以冥想 也可以处理你的情绪 还可以做你的白日梦 这也可能是你重新调整自己能量的时候 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传送疗愈能量 或者利用这段时间来接收我们这样的集体和存有发送的能量 你能感觉到自己内在发生的事情越多 就越容易在你的奉献和时相创造中变得更精确 而让你容易走神的一种方法就是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别人在做什么 想什么和说什么上 对别人的好奇心是好事 但我们不希望看到你们任何人放弃自己的权利 如果你有宗教信仰 你会把你的权利交给神职人员 或者教皇 或者其他宗教领袖 因为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某件事情的权威 也更容易被别人的叙述所吸引 我们只是想看到更多的人 关心如何精确地使用自己提供的能量和内在的能量 我们希望看到你更关心你周围的能量 我们当然希望看到你们更关心这个 而不是某些人在互联网上说他们从匿名渠道获得的一些内幕消息 我们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们关心你 我们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们爱你 我们希望看到你茁壮成长 我们希望看到你变得越来越像你自己 你只有更多关注自己内在的事情 而不是外在的事情 才能真正地运用你现在可以支配的能量 我们知道要做到这一点时很困难的 因为有很多方法可以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你外在的人和事物上 所以我们能告诉你的就是我们邀请你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 像内看感受内在 从你的内在产生出你想从外在看到的东西 你现在看到的东西已经够多的了 现在是你创造和精确奉献的时候了 但不要依附于你已经得到的回报 这才是真正的灵性掌控 也是我们想在你们的成长过程看到的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